多谢神君照顾小女 不谢 我知君兄面冷心热 如今小女修炼化形 除落有致 不知君兄可有意 无意 都说狐狸最是自私狡猾 今日看来果真如此 何必在神君面前装得天真无害 你别忘了畜生终归是畜生 草还是不要说话比较好 你真以为神君喜欢你 他不过是图个新鲜罢了 你也觉得神君喜欢我呀 看在他的份上 我可以饶你不死 终于安静了 妖女 瑶儿 你没事吧 雪林子 你对瑶儿做了什么 神君你看我的脸 胡闹 雪儿 道歉 他自己抓上来的 凭什么要我道歉 雪林子 不要以为有伯戒给你撑腰 就可以为非若难 无法无天 当务之急还是先疗伤 雪儿 你先走 这银湖爪尖带有剧毒 若结此毒 还需这银湖掌心血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能拿我怎么样 雪儿 月池既是在我神殿受伤 那本君自有办法医好的 我不许 本君做事何须还有你同意 闹够了 就赶紧回去 来 等等 你还敢来 今日你不留下掌心血 必定麻烦不断 我天界定不会善罢甘休 你也不想把整个魔界卷入吧 哦 威胁我 我倒要看看 谁能拦得住我 让他有命来 没命回 我这有你想要的东西 拿什么换 你母亲的秘密 你知道什么 快说 神君就在神殿 少废话 说 你的掌心 有一个你怎么都解不开的禁锅 你母亲死后 狐族遭受屠杀 你难道 就没有怀疑过我 你知道什么 以你母亲去世的秘密 换一滴血 不过分吧 而且 你这么有实力 又怎么会担心 我骗你 说 真相 我 就在天山 自掌心血现世 一直是你父子 他的感性 你应该最清楚 是 如今他魔性已现 你怎么能不分轻重 一昧袒护 掌心血导致五界之乱 只是个传说 我自有分寸 今日之事 可是你我亲眼所见 你不答应和姚二的婚事 我也无法强求 但你应该知道神魔两立 他 跟游戏的可恥 当心血 游戏 その仙 elle 主見 五届之血 我知道 只是你千万砍好雪灵子 压制住她的魔性 不然 别怪我无情 灵儿 别闹 办正事呢 这些老狐狸都躲到哪里去了 这里真的是天山 不过又有什么阴谋吧 灵儿 真的是这里 别急嘛 就在前面 走吧 去那边看看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灵儿 这些老狐狸都躲到哪里去了 小三来了 小三来了 神君 有什么吩咐 下去 跟着 保护他 明白 这也太累了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这深山老灵的 怎么会有叫花鸡 史处返城 必有药 这小子不上当啊 这鬼地方应该没有坏人吧 带死再说 灵儿 灵儿 别讨好我 上次的事我还在生气呢 灵儿 别生气 上次的事跟你开玩笑呢 你看 我今天还特意带了美味的叫花鸡 别吃我 拿狗 好 要不是觉得天山这边离你们地盘比较近 我才不会见你 想吃 二位 二位 有话好好说 想吃的话 就告诉我到哪能找到狐足遗迹 狐足 遗迹 不知道 别说啥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说了就给你吃 我狐足 从不会被诱惑 我也是狐足 姑娘是 魔戒魔主雪灵子 灵尊 雪飞羽 你们跟我来 灵儿 小心有诈 你要是怕的话就自己先回去 灵儿 死 此处就是天山 多谢老婆 多谢老婆 灵儿 等等我 想吃我 没本 灵儿 小心 小心 凌儿 凌儿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擦到了而已 这银针 有毒 快走 这 这不是 不是夫君 虽然长得很像 那他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而且和魔君 长得如此相似 凌儿小心 这石台被施了秘法 是魔后 娘亲 凌儿好想你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你不是说等我长大 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吗 现在凌儿长大了 你却没有遵守诺言 当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娘亲 我好想吃你做的花蜜果实 你回来好吗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娘亲 凌儿 别哭 娘亲只有这个幻影在等你 凌儿 不要怪你夫君 他对我很好 那日 你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 突然闯入我的房间 玷污了我 你夫君回来之后 勃然大怒 杀上门去 但我们二人因此产生的嫌隙 却无法化尽 凌儿 这件事已经成为了过去 但娘亲接下来说的 你切记放在心上 你出生时 天降异响 五戒震动 被视为不祥之掌 天界派人查看 你夫君拼死保护 第二日 除天神之外的人 所有人被消除记忆 我从此身体日渐衰弱 后来意外得知 当年躁动来源于你的掌心心 传说 虎尾印记 拘于掌心 凝神于血 此心 助掌功力 已毁天灭地 大解 情之所起 杜之 情之所重 殉之 凌儿 千万保护好自己 别轻信任何人的话 特别是琴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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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神 神君 您怎么来了 我办事您放心 罚你千年不准出神界 别啊神君 神界太无聊了 朱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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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ör 애人 为父给你报仇去 夫君 我 我不想嫁给御灵 不嫁就不嫁吧 夫君 我见到娘亲了 她告诉了我当年的事情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母亲 后来 我去找火狐族报仇 可于事无搏 你娘亲领开后 我杀了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霍泽 让她常规赎罪 灵儿 你中毒了 是迎针上的毒 没事 我一会儿就好了 倒是御灵伤得比较重 当初 我为了不让人进去 设了重重机关 这迎针上的毒 是上古天地大劫留下的 那 无药可解了吗 传说镇压上古易寿的九重塔顶端 有可解百毒的灵药 为父值得替你去 夫君 不用 我自己去 不可 九重塔危机重重 那里关押着凶狠至极的妖兽 你已经受了伤 必定九死一生了 若夫君一意孤行 女儿只好自己去了 灵儿 神君 魔主正在往九重塔的方向来了 以他们现在的状态 进入九重塔必死无疑 要不要去拦住他们 和御灵 是 九重塔乃重地 怎可擅闯 我现在就去拦 等等 你留住它 我懂 神君 您莫非是 神君不可 您当年留下那些妖邪的命 就是为了维持天地平衡 如今贸然打破 必早反噬啊 上古之毒将士 本乃天意 本君早已逆天而行 为了救它 我意已决 你怎么啦 灵儿 我没事 你们是谁 在这找什么 谁啊 此塔乃禁地 岂容你们擅闯 有胆子你就出来 此树是我在 此塔是我开 要想从此过 叫一声大爷来听听 这声音怎么有点熟悉 给我等着 可别被我抓到了 哼 哎 人呢 本营带着我的口粮走喽 哼 原来是那只蠢鹰 哼 我去再找你算账 先去塔内巡鸭 也不知道神君怎么样了 不要有事才好 啊 这小蛇好像快要不行了 啊 神君 你没事吧 你在这儿助它疗伤 是啊 神君 啊 啊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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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你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了伤的男子 嗯 你来这儿干什么 听说 这塔中有可解百毒的灵药 来 坐 干嘛 别动 干嘛 不该把内衣扇来的 是不是 当然了 好点儿吗 没 没有 还有哪儿不舒服 这里不舒服 自己弄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不舒服 神君啊就是面冷心热啊 少回来救了也就算了 现在连情敌也救了 当沈君真不容易啊 当老鹰也不容易 哎 兄弟 好像你也挺不容易的 嗯 沈君 沈君 老大 你也回来了 好啊你 敢骗我 没有 别打我 别打我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别打我 老大 别打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去照顾玉林了 谁要你管了 你 谁 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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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可能是为了掌心血 只有他不可能 他若想要早就可以出手了 你怎么不看我 婴老二是九重塔的塔卓 夫君这个大骗子 还说什么九死一生 去 下次要用拳头好好教训一下婴老二 叫他怎么好好说话 玉玲在他那边会不会吃亏啊 不会的 我小老弟不会欺负他的 早知道你有解药 我就不去九重塔了 嗯 那是不是五一摇铃铛你就来了 嗯 嗯 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你喜欢吗 别闹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 刚刚都没有把我推开哦 啊 推开了 我想去那片桃林 你不去的话 我就咬你了 好漂亮啊 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哼 哎 你以前看到我可以画形 怎么一点也不惊讶 啊 以你的功力 很难画形不成功吧 哦 那你一开始就知道是我了 有所猜测 好啊你 一开始就知道 你还骗我 看我不收拾你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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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小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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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培养 那你准备 何时动手取血 孩儿还在寻找机会 我们没有时间了 孩儿明白 heh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